大家好 我叫渊雪梅 非常有幸之前受任于 中央电视台的一些 访谈节目的主持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主持 讲师和销售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外号叫饭碗 是的 来找饭碗 是的 为什么不干主持呢 是因为我觉得 到了一定的时候 要有一个职业的延展 以前做什么访谈节目 人物访谈 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档 叫影响力人物 你大部分你访谈的 都是大人物 那你的心得是什么呀 在跟这些就是 附老师所说的 大人物对话的时候 其实反倒更容易 更轻松 因为越是层次高的人 他越是懂得去尊重人 越是好相处 假如你现在访问的是一个大人物 假如是我 是一位人民艺术表演家 来吧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本期的访谈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我们非常喜爱和熟悉的一位 人民艺术表演家 附雷老师 欢迎您 附老师 我看到 在您的这个住所 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奖状 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些奖状当中 您个人最为得意的是哪一个吗 不值一提 因为有很多人都在关注您 也非常喜欢您 包括很多的一些青年的学子 现在很多的孩子都在学习表演 那从您的角度来讲 您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的距离稍微远点 你这样压迫感太强了 学子是吧 其实做我们这行挺不容易的 风里来雨里去 日夜兼长 所以您的这句话 其实是告诉我们 真正的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我的生活很简单 简单是因为丰富之后的一种沉淀 您要不这么掰也行 其实我还是在我固有的一些经验上 去正常地发挥 这一趴没有太大的错误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出彩 就是平平常常的状态 他刚才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你知道吗 图老师 你刚才就像一个没缝的蛋一样 但是呢 他能不断不断地从你散发出来的 一点点气息当中 去找你的缝隙 那你出来之后做一些活动主持 这等于是改变了性质 你一时半会儿 你这个适应得过来 心酸难免 你既然能这时候赞美 也就应该去承受这些无事 总而言之做活动主持 其实的确是吃苦受累的活 很多心酸自己在心里 但是呢 你今年是二十八了 你今天来找这个销售 培训和主持人 我们现场来模拟一下销售好不好 千万别再主持范了 好不好 来 伊贝斯 你选择一个人 卖出去 那我挑曹总吧 好 好不好 曹总我知道您平时呢 特别地喜欢运动 然后经常也会有很多户外的一些活动 那么您在出行的时候会不会 现在真的得用了 可是用了发现也还会晒黑 所以你看我这纸啊什么的 该长还都长出来了 而且根本不可逆 您说的这些轻微的细纹 其实就是因为防晒做得不当 所以导致了皮肤的老化和细纹的产生 因为这款产品 我不是说我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 才分享给您的 我自身有用过 包括我给身边的图雷老师也推荐过 您看他现在的皮肤 他之前那可是满脸折 都可以夹子苍蝇的 但是现在您看 白白嫩嫩啊 全部都是我们伊贝斯的功效 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表现 让我觉得他具备做销售的这个能力 同时主持的能力 他从始至终都带着微笑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场上 我见到的现场销售最好的一个 真的 他人家那个语言能力当然了 对啊 对啊 我就知道我守不住钱包了 我怎么觉得 还好不会 在职场当中进入职场的准备了吗 这得先问他要多少钱 对 然后还有你的薪资 他薪资这块没有写 为什么没写啊 我的期待薪资是一万五 底薪 做销售底薪可以到不了一万五 是这样的 就是包括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 也都是跟销售贯穿的 除了销售之外 这上面还写了主持人和培训 对吧 那讲师你讲什么呢 培训讲师 我之前的经历是做过 少儿类的培训 那你这个做这个培训师 要求薪资多少呢 我的期待薪资就是不低于一万五 就是反正做什么 我都不低于一万五 因为我之前的薪资都是高于一万五的 我们不能只是拿着过去的那个奖章 来去选择我们未来的路 我们在环境改变的同时 你的人有没有去改变 其实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反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评影就是在于我们以往的优秀 那你刚刚说的你培训过青少年 你教他们什么内容呢 之前是教孩子们播音主持和语言表达这方面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我考取了企业高级培训师的资格证 然后也在做一些女性成长力和幸福类的一些课程 那你以前去讲青少年这个课程的时候 是你自己的课程去销售的 还是在一家公司就职 他们把学员招好 你就过去讲课就可以 之前的模式就是受邀机构 然后学员啊场地啊这些都是他们在打理 纯讲师 对 我就负责课程的部分 到此为止 这个 那你觉得到你那儿 你要给的这个所谓的讲师词位 一万五它需要调整吗 我一万五完全可以接受了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销售 还有六盏灯 天生我有才 我今天上午的时候 根据我们现场的每位boss 然后每个人给他们写了一句话 好 你说 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内容 然后来猜一下是谁 投资新锐受欢迎 不止人美一原因 杨蓉 以爱为名美在心 向美而生梦前人 花开无声甚有声 绽放女力新征程 哇 这句话我喜欢 当我听到这女力两个字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事情是说我的 那就 但这个事情 是我今天才刚刚来录节目 没有人知道 我有一个主打的课程 叫女力时代 那说明他肯定是查过我们的 我喜欢这样有准备 去做事情的人 冷面背后有深情 其实可爱又帅针 这个很好 好 谢谢 有心了 有心了 初心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需要被关注 被看见 来 我们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如何看待金石顿公司 从来不打卡 没有KPI 员工福利高 管理懒散 还做到了世界500强 了解这个公司吗 我在大脑里面 飞速地搜索了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企业 好像听说过 但是具体干什么 确实没啥印象 好熟悉的感觉 你不知道 你只是觉得名字熟而已 他不了解的话 那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那你回答一下 其实我觉得就像是我们 在家庭当中的一种氛围一样 它是因为充满了足够的爱和自由的空间 给予人充分的信任和施展 所以人们有了这种自我的驱动力和自我的管理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怎么这么佩服你呢 我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因为我的家庭 你都不了解这个企业 你怎么知道他这样做到500强呢 这明明是个错误的 这家公司实际上的话 它除了没有这个KPI以外 但是它实际上 在这家公司整个的经验当中 它是尊重和信任 其实是它的这个作用名 同时的话就是说 这家公司除了有高薪以外 它每年会拿出利润的7%到10%作为奖金 所以它是用这种管理方式来管理的 所以当我们去知道一个 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公司是怎么管的 其实你可以去讲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其实尽量还是用我不知道 可能会更好一些 站在我的角度我是这样来看的 我觉得我们对选手稍微宽容一点 就是这样 因为他本身 他今天在这个点上 我们考的不是他知不知道金士顿 我们考的是他面对这么一道题的时候 他在这个舞台上怎么回答 而且他如果是带入到 讲师这个身份的时候 他突然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他也是对所有的人说我不知道 还是用一种比较合适 我严格反对 我绝对反对这个事情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之也 如果你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要瞎编我能别人得比他更好 你行吗 是的 但是问题是我根本不了解 金士顿是做什么的 对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管理方式是什么 于是我就用一大堆什么 人的诚信 温暖 家庭的和谐 那不是骗人吗 当然不是骗人了 怎么不是骗人呢 这个叫职场情商 不是情商 但是首先 恰恰考的就是情商 你的情商的原因就在于 如果你不懂 你装懂这就叫情商丁 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很冤枉的 因为其实可能是一种职业病 就是你平时的状态也是这样 你不是说为了这个主持 而刻意表现成那个样子 但是他不理解你呀 我们可以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具体案例中 跋涉到一个理论 他如果不知道的话 他应该这样讲 他应该说 我们在场这么多的这个企业家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大家能不能给我普及一下 今天这公司是干什么的 因为我不知道 我希望得到了解他充分的背景情况下 我来做到这个题目 我这样的回答我是认可的 其实我 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培训 是影响主持人来讲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看了一些书 看了一些理论 就以为所有都懂了 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以为去看 而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视入是一种本事 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的 告诉别人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和不知道 我做主持这么多年 我发现在我们主持的这个行业 就是有一种特别不好的现象 很多人永远学不会说我不知道 对 仗着自己有点名气 有观众喜欢 有粉丝喜欢 很多人会把你的话 当成是一种权威 当成是一种认知 在这种情况下 你更要对得起你的话筒 对得起你面对镜头 说的每一句话 你知道你就知道 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 这不丢人 每个人知道的越多 反而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 这是一种品德 但是如果你张嘴就胡说八道 你这种不配拿话筒 他们在乎的不是你这个答案 有多么完美 而是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本心 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他们更看重的是 你是否足够争吵 你是否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 是否对自己的每一句话 都足够负责任 我刚才每一位老师的话 我都有在认真地听 确实也对自己进行了一个思考 就像是涂雷老师说的 我觉得以后 更应该对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都更加地充满敬畏心 不要抱着 好像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去试着去表达 更应该去对自己的 每一句话都负责任 所以我今天也是在反思 谢谢涂雷老师 特别好 虽然她做了这么多年的主持人 但是她也要明白 什么是可以说的 什么是不可以说的 什么是自己知道的 什么是不知道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点 给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教育 我也觉得特别喜欢 雪梅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我给你留了一个灯 我越来 这个随着时间推进 我觉得您身上有很多东西 是我即将给你职位所需要的 你有做过你的活动 你想去做主持 你本身就做这个 本身这个活动的策划 你有做过吗 策划有参与过 就是之前在内蒙古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 大型的文化主题的展演 就比较庞大 然后当时也是作为其中的一份子 从头跟到尾 我觉得你做活动主持 还是别再做 你去做讲师吧 你的这种 你如果你做讲师 也没有必要把你的播音枪给改了 你的那种主持风格 依然可以延续 但如果做活动主持的话 其实不太能够彰显你的长处 但是讲师需要更多知识的铺垫 否则的话你不知道讲什么 对吧 来 第二轮选择去活流 还有四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